嗨 Liz and Liz Tendalus Tendalus OK OK Tendalus Tendalus OK 終於... 他們終於聽得懂英文了 所以10塊錢美金 好 那我們就去撿一下 走進北韓理容院 想體驗北韓式撿法 語言不通 連付錢都成了考驗 台灣蜜蜜蜜 台灣蜜蜜蜜蜜 等一下 先打招呼一下 先說你好 然後我是來自台灣的 跟台灣的美容院差不多 先洗頭髮 躺下來洗 跟美髮院差不多 但是要先摘眼鏡 OK 但在能源缺乏了北韓 想洗個熱水頭 這時候狀況來了 竟然沒有熱水 沒有熱水 所以剛剛我們的能源法師 跑出去求救了 北韓理容院 外傳直尊解牆上的樣板髮型 但這風格 實在很有90年代的風味 這樣不會太Out Day嗎 北韓的理容院 大部分都有像牆上 這樣子的一種髮型範例 而且你可以看到 這樣的髮型範例 在北韓的街頭上面 幾乎每個人 都按照這樣的髮型範例 進入第二關了 不過這北韓美女理髮師 對自己工作認真的態度 真是讓人佩服 我還回去還要 還要見人 平常在台灣聽到這剃刀聲 不會緊張 但你在北韓剪頭髮 北韓剪頭髮 剪出來是什麼樣子 北韓style好不好 用墊剪推完髮跟弧度 接著體驗的是 北韓式的髮尾打層次 我才真的全世界第一次看到 這樣子打層次的方法 這可能是因為北韓這邊 或許它美容的方式 很少學自外國或學自歐美 學自日本之類的 所以他們自己獨創的剪髮方式 在北韓光是起髮加剪髮 就花了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女生花費的時間還更長 可見她們的細心程度 開心一步 我... 一步... 一步... OK... 只會... OK 好吧 剛剛只說的是我稱呼她 女生很漂亮 那我剪的這個 北韓式的髮型帥不帥 她說還OK啦 手手啦 普通普通啦 但您可別忘了 這裡可是北韓 做任何事吹任何髮型 都有標準樣板得遵守 最後一層手續了 吹完頭髮 上髮膠 北韓現在當前最流行 2018年最流行的髮型 我指定要剪這個 你們看一下 我這樣看起來像嗎 帥嗎 還可以嗎 有北韓特色 有社會主義國家特色的髮型 今天在這邊特別幫您體驗 不過牆上髮型範例 唯獨沒有像金正恩同款 中間由頭往後輸 兩旁大膽推高 因為金正恩獨一無二髮型 不是平凡老百姓可以模仿的 早在2005年金正恩時代 北韓曾推出官方宣傳片 讓我們用社會主義的方式 理髮吧 影片強調流常髮 會消耗人腦智商 如果比較西方世界髮型 甚至會導致亡國呢 但在2018年的現在 雖然仍有男生14種髮型 女生15種髮型樣板 但已經不是硬性規定了 亂剪頭髮會被規勸 但不至於被逮捕或強迫理髮了